我们接着来练习连续标注 OK 那我们举个简单的范例 同样这个范例呢 我是故意把小一点后面到三位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四则五则的部分 好 首先呢 同样把目前的这个图层的 把它改成集合练习 OK 好 那我们现在画线 同样按这个线的命令 我们下这个线的指令 空间上指令一点 同样等一下你画到一半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你可以拿一支笔呢 跟纸把它记下来 然后接下来你按暂停 然后去把它画完 同样我们的空间上指令一点 OK 那往上画多长 我们给它画一个这个20好了 按确定 同样往右拉伸呢 画多长呢 我们给它画这个65 那我们就点多少123 好 注意哦 就给它后面三位 你看65.123这样看到 然后确定 它就画上去对不对 同样然后再往上给它画一个20 按确定 同样然后再往右拉伸呢 把它画一个这个 好 一样67 点这个567 我就故意给它三码 按确定 好 然后再往下 对 适当位置碰它自动追踪 那这个20就不用画了 左键 你要自动追踪啊 两两侧看了吗 按左键 然后往右拉伸呢 我们就打这个 这个60 好 60就好了 按确定 然后再往上自动追踪 碰它对不对 碰它适当位置 等一下再往右拉伸呢 我们打这个 这个62 好 62.5好了 OK 按确定 像这样 好了 往下自动追踪 然后自动追踪 你就碰这里 碰到自动追踪 就不用打40了 因为它两侧嘛 OK 按左键 然后把它把它锁起来 OK 好 确定 好了 我来标看看了 我们现在介绍连续标注 然后先把目前图能设为标注命令 OK 那我们的管理员呢 通常我们管理员 我们就使用这个 没有单位的那一个设定 我们现在不需要单位 所以你把目前的 这个管理员的注解呢 把它改成什么 把这个标注形式管理员 把它改成没有无单位 通常找一下无单位 往上拉 往下 有没有看到这里 是不是有一个 产品设计无单位 OK 好了 给它执行无单位 通常可是 注意哦 我们这里的这个 常用标签里面 它看一下 常用标签里面的 这个注解命令呢 通常它这里找不到 连续标注命令 因为这边都是一般的 基础标注看到吗 这就是基础标注 通常你找不到 连续标注的指令 通常你必须把它切换成 哪一个标签了 通常我们把它切换成 这个注解标签 你的标注才会完整 OK 所以我们切换到 注解标签来按它 OK 当然如果你要调管理员 要怎么调 通常这个注解标签 这里啊 有没有 这里是不是有连续式的命令 就比较完整吗 你要调管理员 所以你确定一下管理员 是不是它 按这里 那我们确定管理员 是你如果确定是 无单位就OK 如果不是的话 就选这个产品设计无单位 有没有 通常就给它设为目前的 那变成目前了 这样就对了 OK 好 那我们现在练习呢 我们先让它全部的 这个精确度都把它展示出来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 最多的小数点 后面三位吗 所以我们要到 这个修改面板里面 去调一个东西 通常其他就不用调 我们就按修改面板 通常我们调什么 我们调这个 主要单位这里 通常主要单位 那目前是什么 是0.00对不对 通常把它调后面三位 按这里 因为我们刚刚最多三位吗 OK 好 那0呢 先不要给它抑制 如果没有抑制会怎么样 它会补0 它会把 如果你不到三位数 那后面会补0 把它补到三位 OK 所以我们暂时不要抑制 这个不要够 就是抑制部分不要够 然后这个地方就0.00 而且我们不要任何的字尾的这个数据 然后你的比例就是1 小数点 这样都可以了 好 按下确定了 收入目前的关闭 那我现在主要是要标什么呢 我们看什么连续标注 注意啊 你看这里 在那个注解标签这里 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标注的面板 然后标注面板 现在管理员 它这里会显示出来 你可以自己选 我现在选无单位 对不对 那你的连续标注在这里 它有两种 第一个是连续式的连续标注 跟机械式的连续标注 这两个都可以连续标 但是它不能单独存在 它不能够直接执行指定 为什么 因为它也必须选到标注当基准 所以如果你直接执行连续式 大家看一下 我如果直接执行连续式按它 你看它说什么 它会去记忆你刚刚的标的动作 这不对 不对 OK 所以它不能直接执行 你必须先执行什么 先执行一个基础标注给它 那我们再做连续式 OK 好 所以团然 我们先给它一个线性标注好了 你就按第一个线性标注 OK 好 团然 这个如果按空白键 是不是选线 所以你看空白键 那我如果选线这样拉上 这样对吗 团然你会发现 你这一条线会跟线重叠 这里会有问题 会重叠 所以我们这个就不要选线了 所以把它 Delete的键把它删掉 我们就按线性标注 线性对不对 那我们第一点 锁这个角点按左键 然后第二点 你锁这个角点 就是 上面这个角点按左键 然后往上拉到适当位置 左键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标注65.123 因为我们小一点后面三位 它全部显示 OK 我们先这样练 OK 好 团然 那你注意后 连续标注的概念是这样 团然 你如果 我再三调再做一次 如果你按线性标 对不对 如果你第一点锁这里按左键 然后第二点锁这里按左键 团然如果你把它拉这么高 你看我拉这么高 那这时候电脑就会以这个高度为基准 然后这样标过去 OK 就以这个高度为基准标过去 也就是说 我现在把它标这么高 那我第一点锁的是起点 第二点锁的是方向 同意啥 它就这样一路这样标过去了 OK 好 所以我如果按连续式按它 选择连续式对不对 同意你看 按左键 看到吗 它是以那个 第一个标注为基准 然后这样标过去 所以这时候你锁到个点 就像我这样 锁到这里按左键 然后这边再按左键 这边按左键 有没有 图就这样标出来了 OK 但通常我们不会标那么高 所以我把它再回到上一步再一次 回到上一步你就按这个 有没有 回前次我打U也可以 打U按确定 然后连按 所以我打U 确定 确定 OK 好 再做一次 按线性标注 按线性 对不对 来空间上指定一点 按起点 按左键 然后往右拉伸 有没有 往右拉伸 点它按左键 然后往上 适当位置 大概这样就好 按左键 它就这样标过去了 所以这时候你按连续标注 按这里 选择连续式 连续式是什么 就点跟点之间的距离 点跟点之间的距离 所以按连续式 这时候它会以第一个标注为基础 然后手要再按左键 再按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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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60整数的这个长度 所以都补三个零 那这地方就三位数 三位数了 这样OK 好那我问你 如果现在给它两位数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精确度是0.00 那第一个会多少 第一个就是65.12 为什么 因为3 它精确度两位 所以第三位就要四则无路 可是3的话四则无路3不会进位 那这个67.56呢 对 消掉 所以这个7会大于这个四则无路 所以你就过来 所以变多少 就加1 就67.57 看到吗 67.57 OK 然后这个依然还是60.00 这应该没问题吧 因为我们精确度两位 对 然后62.50 就这样 OK 重点是这个地方 67.56变67.57 为什么 因为7会进位 OK 那我们看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如果说 去按这个管理员 我们按这里 你按这里好了 因为这个地方只是调整 你按这里 按它 我们去执行什么 产品设计无单位里面的那个修改 好 所以你去把这个精确度呢 把主要单位的精确度这里 你把0.00 把它改成0.00 小点后面两位 看到吗 按一下确定 然后设为目前的关闭 有没有 是不是67.57 看到吗 有没有 然后后面都排满了两位 因为我们 那个结尾没有抑制 就这样一个情形 OK 好 大家先试一下 连续标注的做法 好 好